6月25日晚间,阿里巴巴发布公告 由软银集团任命的公司董事孙正义 已通知阿里巴巴董事会 他打算从2020年6月25日起辞去公司董事会职务 孙正义解释辞职原因时称 考虑到马云已决定不再担任软银董事 我也要毕业了 孙正义早前在2020年年度财报会上称 马云将在6月25日股东大会上辞去软银董事一职 软银集团现任CFO后腾方光等三位将替补空缺 同时5月18日软银集团曾宣布 马云将在6月25日卸任软银集团董事 阿里巴巴的股票目前依然是软银持有价值最高的资产 公开资料显示 软银自2016年起从未出售过阿里巴巴股票 1月至今道琼斯工业指数和日经225指数 分别大幅下挫11%和5% 但软银持有的阿里巴巴 Tmobile和SBKK却逆势增长了9% 投资阿里巴巴被孙正义视为其最成功的投资 也是投资界的传奇 2000年 软银对当时还在起步阶段的阿里巴巴 投资了2000万美元 后来阿里于2014年在纽交所上市时 软银持有的阿里股份价值已翻了约2900倍 截止今年5月19日收盘 阿里巴巴市值约5775亿美元 软银持有阿里巴巴约25.2%的股份 按照此估计 这些持股的价值高达1455.3亿美元 是软银当初投入的7276.5倍 今年5月18日 孙正义在其巨亏的财报发布会上表示 软银集团将减持阿里巴巴股票 募集1.2万亿日元 约合117亿美元 以回购软银公司的股票 最近孙正义正在完成其职业生涯中最大的一笔交易 即出售T-Mobile的股份 这使软银获得200亿美元的净利润 2019年是孙正义遭遇的人生中的至暗时刻 软银日前发布了2019年财报 软银的年度亏损达到1.4万亿日元 约合130亿美元 软银2019年的灾难性表现主要是由愿景基金带来的 这一支基金就带来亏损1.9万亿日元 约合177亿美元 而愿景基金在2018财年 曾带来运营利润2万亿日元 约合187亿美元 软银愿景基金对联合办公企业WeWork 和卫星电信公司OneWeb 以及对Uber的投资损失惨重 其中WeWork和Uber共计100亿美元的亏损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